李宗盛斯 洪文介 好 那麼上個星期 這個我們最後談到的 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藝術媒介的概念的 這個上半段上半節的部分 上半節的部分 那麼他從這個下半節開始 也就是從89頁的這個第二段這裡開始 那麼他討論了一些有關於藝術媒介方面的 這個不同的想法或者是這個討論 就是什麼是某種藝術媒介 比如說什麼叫做電影 什麼叫做繪畫 什麼叫做雕刻 什麼叫做音樂等等 這是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一直都是英美哲學裡面 這個感到興趣的這個課題 那麼什麼是藝術這個課題 事實上是在我們這門課之前的 那個美學的課程裡面已經討論過了 那麼我們這本書的作者Helwitz 他事實上也表達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為他下一個定義是永遠都不可能成功的 永遠都不可能成功的 那麼在這個89頁的這一段裡面 他談到的就是說這個Dento 他有提出這個當代的這樣的一個理論 就是討論這些不同的定義的問題 那麼他所提到的這本書 是我寫在同影片上面的 他的書名叫做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這是1981年 那事實上他在2013年 因為我們這本書比2013年早 這個Dento有另外一本書 直接就是What art is 藝術是什麼 藝術是什麼 或者藝術之所是 那麼這是比較新的一本這個作品 那麼除了這個Dento之外 那麼這個Stefan Davies 這是有西蘭的一個美學的學者 我以前在台大所指導的一個學生 現在就在這個有西蘭跟著這個Davies在做研究 那麼他這個也有一本書 叫做Definitions of Art 就是藝術的定義 那裡面就把各式各樣的 當代的對於藝術的定義 這個列出來 然後分析各種定義的好處 以及各種定義所具有的缺點等等 那麼這些定義 就是逐漸的我們在當代看到的 比如說這些定義裡面 有一種是體制主義 institutionism的一種定義的方式 事實上已經開始遠離了 我們一般這個哲學上稱之為 叫本質主義的一種定義的方式 也就是說不再認為說 好像有藝術有一種本質 符合這樣的一種本質 他就叫做藝術 然後如果不符合這樣的本質 就這個不是藝術 相反的那個體制理論 他其實說什麼叫做藝術呢 就是當藝術界 這個藝術界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這個地方的藝術的欣賞者 藝術的這個博物館 館員 館長 以及比如說一些美學的學者們 當他們認為這是藝術的時候 他就叫做藝術 這就叫體制理論 那麼這個幾乎就是等於 是一個反本質主義的一個觀點 對不對 藝術不是什麼有什麼本質 讓它成其為藝術 而是按照著某種的convention 按照著某種的傳統 按照某種的慣例 按照某種的體制 認為這是藝術 它就是藝術等等 這是當代常見的一個理解 他的一個定義的理論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像這一類的定義 這個Hervitz 他的一個表達 這個事實上是在這本書的前面 他就已經提到過 他在這裡面就用很簡單的一句話 把他帶過去 他說but it is a question 他說有關於這個什麼是藝術 他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it is a question largely destined to failure 他說一個注定要失敗的問題 注定要失敗的問題 那麼這個是他在前面就已經談到過的 但是這裡他並不是要為藝術下定義 而是因為現在談到了有關於藝術的媒介 所以就會有人開始問 那什麼是藝術的某種媒介 某種比如說什麼叫雕刻 什麼叫繪畫 什麼叫攝影 諸詞類的 那麼他說differences between media pregroup any easy answer to description directly 那麼他說這個各種不同的媒介 他們之間的這個差異 那麼他事實上就是有關於 問這個藝術的這個問題 那麼早就也是排除了對 就是一個對這個問題的一個簡單的回答 那麼這個對於詢問藝術媒介跟詢問什麼是藝術 就是詢問什麼是某種單一的個別的藝術 跟詢問什麼是藝術 他的問題類似 問題類似 可是藝術媒介可能還更加的複雜 還更加的複雜 那麼為什麼他更加的複雜呢 那麼有兩個原因 這兩個原因我在投影片裡面用一跟二表達出來 那麼第一個就是各種媒介之間 他本身形成了一個相當複雜的系統 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麼第二個原因則是現代藝術媒介 所處的一個矛盾的困境 這個矛盾的困境比較複雜一點 那麼從這個後面89頁的中間一段 那麼一直到90頁 他要說明的就是現代藝術媒介 他所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一個矛盾的困境 我們要用比較長的方式來說 那至於說這個媒介形成一個複雜的系統 這個比較容易說 那麼大概就是這個89頁 那個第二段 他後面大概談的就是關於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OK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問的不是什麼是藝術 而是什麼是某一種藝術媒介 也就是什麼是建築、雕刻、繪畫、音樂、舞蹈、戲劇、詩等等 他說 他說這個問題 It also a problem perhaps insoluble 那麼也許也是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麼下面那個一跟二就是說明 為什麼他們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麼他在這裡面提到說 整個媒介 這個各種藝術的媒介 他們本身構成一個複雜的系統 那麼一個稱之為叫做系統的東西 這顯示什麼系統裡面的各個元素 其實不是全然獨立的 他們彼此之間是互相有關係的 那麼各位了解到下定義這件事情 所做的事情 所做的是什麼呢 是畫界線對不對 Define To define 其實就是給他畫出他的界線來 這是我們在下定義的時候 把他的那個邊界畫出來 那麼在這個邊界之內的是他 邊界之外的不是他 這個是下定義這件事情 所要做的 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下定義跟問一個東西的意義 問他的meaning 這不太一樣 問meaning 問的是他的內容 那你了解他的內容 你未必能夠清楚地畫定他的界線 那你清楚地畫定界線 你其實未必掌握他的意義 所以一個人他也許可以怎麼樣 很清楚地為什麼東西下定義 可是他真的知道那個東西嗎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麼在我們之前在 就是我以前在這個哲學概論的課常常提到 我說哲學概論的書一開始 常常替哲學下一個定義對不對 好啦你考試你會為哲學下一個定義 你真的就懂哲學嗎 大一的學生對不對 哲學概論第一堂 然後哲學下一個定義 他就知道哲學是什麼 他還不知道 他其實對他的內容是模糊的 他只看到什麼 這個定義裡面所畫的那個邊界而已 至於裡面的內涵 那個是要什麼 他在裡面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經歷這些哲學的東西 然後逐漸地掌握他的意義 他才比較清楚 才比較清楚 相反的 你可能很清楚一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 可是也許你不見得能夠什麼 下定義 譬如說我突然問你說 某某同學我請問你什麼叫做一張桌子 對 你當然知道桌子是什麼 對不對 他突然要你下定義你怎麼下 你可能沒有辦法下定義 所以事實上這是 某個意義上來說這是兩件事情 就是英文的definition跟meaning 他們所談的東西其實是這個不太一樣的 那麼有關於這個某種媒介 這裡他首先提到說他構成一個複雜的系統 那麼他構成一個複雜的系統 這裡就顯示什麼 顯示媒介跟媒介之間 並不是全然的 不相干的 並不是全然獨立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去給他畫邊界 你就發現是有困難的 是有困難的 這個情形其實也在 這個譬如說藝術 因為藝術跟某些其他的領域 也有一些這個關聯性 譬如說古代的藝術 你知道古代的藝術 其實很少是真的為了藝術而藝術 對不對 譬如說當中世紀的人 他們在創作某種藝術的時候 他其實是為了一個宗教的需要 去創造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麼或者更遠古的這個彩陶 黑陶時期 他們其實只是要做某種器皿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實用性的 對不對 其實是有實用性的 或者他做這個什麼青銅 那麼這個青銅很可能跟祭祀是有關的 在這個方面都顯示什麼 這些藝術都跟當時的信仰 當時的宗教 或者當時的神話傳說 乃至於當時的生活 實用的價值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為藝術的藝術 反而相對而言是比較後來的事情 反而是比較後來的事情 所以那些藝術都可以什麼 當他擺到那個文化的脈絡裡面去 都牽涉到當時的人所關心的東西 他創作這個東西跟他的信仰 跟他所在乎的的某種 比如說神聖的世界 或者是這個彼岸的世界 或者什麼是有關聯的 所以他不是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他可能都不是這個純粹的藝術 這也是為什麼一旦藝術被擺到 一個藝術史的脈絡裡面去的時候 我說如果近代不算 那麼這些遠古的藝術 他通常都跟他們當時的人 整個文化生活裡面所關心的事物 這個牽連在一起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提到的 他構成一個複雜的系統 那麼除此之外他也談到了 這個是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談到了這個什麼 這個Wittgenstein的所講的這個語言遊戲 他說我們在講一個什麼東西 包括前面在第六頁那裡 就是談到那個所謂什麼是藝術的時候 他就贏了很長的一段話 這個Wittgenstein的話 那麼講到這個所謂的這個語言遊戲 那麼在那裡他其實講到就是什麼叫做遊戲 遊戲這個字眼是人 game這個字眼是人所創造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問說那什麼叫做game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不論怎麼下定義都會有所遺漏 或者是都會這個什麼 超過了 那個定義可能超過了這個game這個詞的範圍 因為我們認為可以下定義是 通常我們認為他有某種本質在 這個所謂的有某種本質 就是說他之所以為他是因為他具有一種什麼樣的內涵 所以只要具有這種內涵的東西都是他 比如說我們認為叫做game的 叫做遊戲的 那麼他一定有某種內涵 但是你會發現另外一種遊戲也許就不見得有這種內涵 比如說你說game一定什麼 有娛樂性 有些game是沒有娛樂性的 對不對 你說game是一種競爭 有些game是沒有競爭的 因為什麼 可能是單人玩的遊戲 特別單人紙牌 或者你自己在這個電腦上面 這個很無聊的這個移動一些什麼東西 那麼甚至有一些運動 他可能也是某種的game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你找不到一個什麼 一個能夠稱之為他的這個本質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Wittgenstein 他在這個語言哲學上面 他這個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麼他提到了 就是如果你有這個書的話 在第六頁那一段引文的最後面 他提到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家族相似性 那麼他在這個家族相似性裡面 他要說到的就是什麼 他說一個字眼 其實不見得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在 其實他不見得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在 那麼這種情況 他說就好像在一個家族裡 這個家族指的是什麼 就是阿公阿嬤生了爸爸 那麼外祖父外祖母生了媽媽 對不對 然後爸爸媽媽生了你以及你的兄弟姐妹 那麼這裡面有一個家族的相似性 可是當我們說這個家族的特徵是什麼的時候 你發現你找不到一個特徵 而可能什麼 有很多各種不同的特徵 譬如說在這個假設裡面有七個兄弟姐妹 對不對 在七個兄弟姐妹裡面可能這個 你說鼻子都特別高 但是呢可能有一兩個鼻子並沒有特別高 可是他們看起來還是像兄弟姐妹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在另外一個特徵上面 跟這個家族又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又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那個下定義就是什麼 尋找一個所有的人都具有的 普遍的特徵 事實上可能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那麼藝術也是這種情況 當你為藝術下一個定義說 藝術就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些藝術沒有辦法包含到 這個藝術的定義裡面來 沒有辦法包含在定義的裡面來 這個是維根斯坦他在我們書裡面 第六頁裡面他所提到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各位可以理解到 因為這些名詞我們稱之為叫藝術的東西 並不是什麼 這個我們還沒升到這個世界來 就真的有一種東西叫做藝術 對不對 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逐漸的把某些領域的東西稱為藝術 但是我們稱它為藝術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什麼 先為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 然後就是在這個定義 按照這個定義裡面的內容 他們是藝術 其實不是 其實也只是什麼 一個很含混的一個想法或概念 然後就把它稱之為藝術 等到要下定義的時候發現 你根本就找不到一種共同的特徵 那麼art這種情況是如此 這個game這個字眼也是這樣 因為字語言的文字概念是人發明的 對不對 那麼你發明一個東西 然後你就說這個東西是有它的本質的 這個已經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是道果為因了 這個各位可以清楚的理解 因為如果我們發明一個語言文字 那麼它就有某種本質的話 那我發明很多語言文字對不對 我就說有一個東西叫做這個 譬如說叫做阿飄 不過阿飄已經有意義了 阿叉 那麼一種叫做阿叉的東西 叫做阿叉的東西 我說它的本質是什麼 這沒有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這只是人造出來的 那麼所以當我們去追究這些語言的時候 因為哲學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幾乎會變成就是一種語言遊戲 因為哲學就是什麼 就塑造很多的名詞對不對 而且它塑造這些名詞 那叫什麼 真的以為就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有可能這樣 就是什麼古代人 他發明了一個詞叫做上帝 或者叫做神 結果就是什麼 就非得有上帝或者神的存在不可了 對不對 那麼我們從那個康德 他對於這個傳統形上學的批評 就可以看到 這個康德其實批評的 就已經很類似是這樣 他說我們講上帝 或者我們去用哲學的論證證明上帝 只是證明出了上帝的概念的存在 而不是證明了真的有一個上帝的存在 因為真的有一個上帝的存在是什麼 是把上帝叫出來 然後說上帝真的在眼前 而且有大能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什麼灰灰衣袖 我就變成了一隻小鳥 或者我就變成一個什麼 這太厲害了對不對 那麼這個才真的叫做有上帝的存在 但是如果說你用證明的方式 不管是純有論的證明 宇宙論的證明 目的論的證明 你證明了一個上帝的存在 那只是什麼 康德說只是上帝的概念的存在 而上帝的概念的存在 跟上帝的存在 康德說只是兩件事 他說就好像什麼 就是你的腦海裡有 你的口袋裡有一百萬 跟你口袋裡實際上有一百萬 那這是兩件事對不對 你說口袋裡有一百萬 你不會什麼 口袋裡就真的就有一百萬 對不對 你心裡想著你口袋裡有一百萬 那只是什麼 你有這個想法 你有這個觀念 那跟實際上有 就是分開的 事實上是分開的 那麼你可以說 維根斯坦他的這個語言哲學的研究 把康德的這個 我們自己看到的這個批判 等於推到了一個極端 推到這個極端 讓我們發現 過去的哲學實在是太可笑了 為什麼 因為哲學家常常都在做定義 下定義 那麼現在看起來 這個下定義很可能是什麼 是一件太無聊的事情 對不對 我跟你說你下了再多少個定義 對不對 藝術家照樣在從事藝術創作 他又不是照著你的定義在創作的 對不對 你下定義下再多 那個玩遊戲 你只要在玩遊戲 他又不是按照著你的對遊戲的定義 在玩遊戲的 對不對 那麼所以事實上這些定義 就常常流於只是一個理論上的一個遊戲 就大家在那邊爭來爭去 也許做理論也是某種遊戲 那總之他就也只是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來自於維根斯坦方面的一個批判 那麼在這裡他除了提到維根斯坦之外 另外他就提到了這個Dekita Dekita的這個法文就是Differences 因為Dekita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或者一本書 他的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是Lecriture Ela Differences 就是什麼書寫 Lecriture就是Writing 那麼Ela Differences就是以及差異 書寫與差異這篇文章 那麼在這篇文章裡面 那麼他談到了的就是一個 他所造出來的一個特別的字 叫這個Differences 這個Differences跟剛剛那個Differences 這個其實唸起來是一樣的 那我們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差別吧 各位我故意把他寫出來 就是你看到一個是ANCE 一個是ENCE 那麼這個ANCE事實上是他自己造出來的 那我們騙到他所造出來的這個字 我們當然也不能說Differences是差異 所以這個也換成差異 就本來換成叫做炎異 因為法文Differ有這個延詞的意思 有延詞的意思 那麼這個有Differhont 跟Differhont 就後面加ANT 其實等於是他的一個分詞的一種表達方式 那也就是什麼 被延後的 那麼被延後而變得怎麼樣 而變得不一樣 所以這個Dekita的那些學者們 把他換成叫做炎異 那麼對Dekita來講 炎異是產生差異的源頭 或者是稱之為叫做 是一種本源性的差異的炎異 是本源性的炎異 那麼相對於炎異 這個Dekita要談這個東西 就是他把他跟統一做一個對比 就是統一式理性主義的形上學的一個特徵 因為西方傳統形上學習慣使用 二元對立的思考方法來區別事物 然後把這個區別就凝固起來 就一個東西是這樣 他就一直都是這樣 就一直都是這樣 Dekita用他所造出來的這個Differhont 上面那個炎異 他其實要講的是什麼 一個東西不是一直都是這樣 這個就好像我們說經我非故我 對 人其實是一直在變化的 所有東西其實都在變化 所以只要什麼 時間往後演就變不一樣了 對 時間往後演就變不一樣了 可是我們的概念 我們稱之為叫做概念的東西 就是好像一個東西被用一個名詞講說是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都是這樣 變成是一個不變的東西了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他會說把 就是我們用概念把事物區別開來 然後就把它凝固起來 壓抑了他在時間中的一個差異的變化 那麼介於顯示出事物的自我同一 就是一個東西好像一直都是跟自己是同一的 那這個就是Self-Identity 那麼Dekita要講的就是 這種Self-Identity根本就是理性主義的虛構 沒有什麼東西是自我同一的 一個人他也什麼一直在改變著 對不對 你現在懂的difference這個道理 跟剛剛不懂這個difference這個道理的你 是一個不一樣的你 你是不斷的在改變當中的 那麼在演繹的這種差異化的活動中 換句話說演繹一定牽涉到什麼 時間 牽涉到這個發展的過程 那個變化 那麼在演繹的這種差異化的活動當中 二元對立中的一項將變為另一項的演繹 也就是說一個東西他可能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項他的什麼 他就變成這個也就是說A變成了非A 對不對 當我們用一個二元對立方式區分A跟非A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那個二元對立中的A在變成非A 而非A在變成了A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一個情況 那麼這就顯示什麼 顯示作為一種語言 作為一種概念這樣的一個字眼 事實上他是不斷在改變的 我們說藝術也是如此對不對 藝術呢 當你稱之為藝術的時候 那個在古代可能用這樣的一個說法 是說得通的 到現在說不通了 為什麼藝術一直在變化著啊對不對 同樣的叫做game這種東西也一直在變化著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新的game一直在出現 像你們現在就有這個ballgame對不對 這個什麼桌遊 我剛開始聽到桌遊的時候 我心裡還以為是什麼跟夜遊什麼遊有關 在桌上玩 這個是怎麼玩法 後來才知道其實就是桌上的那個 OK 那麼這個是這樣的一種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事實上就是所有被我們稱呼的東西 他們並不什麼 因為你把它稱呼了 所以它就固定在那裡 名字在那裡 凍結在那裡 它並不是 它不斷的在發展著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人類世界裡面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藝術一樣的 它也不斷的在發展著 那麼過去的建築的觀念跟現在的建築的觀念 也是不一樣 過去的雕刻跟現在的雕刻也產生改變 繪畫也不能產生改變 所以當你在研究 譬如說我們在之前講到媒介的歷史 譬如說講到繪畫的歷史 你可以看到繪畫以前就是認為 就是應該這樣叫繪畫 結果你可以看到印象派 為什麼是一個西方繪畫的 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或里程碑 因為它翻轉了繪畫的概念對不對 翻轉了繪畫的概念 所有的這些事物 其實都在這個進展著 所以語言會讓我們造成一種誤解 就是一個東西就應該是這樣 然後就不變了 就不變了 那麼這個想法 其實這個想法在前面 就是我們這本書 那個前面在探討到 這個藝術的時候 其實已經講過了 所以這個比較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那麼我們大概的了解到 這樣的一個情形大概就夠了 那麼進一步要談到的是第二點 也就是現代藝術媒介 它所處的一個矛盾的困境 那麼這個是在89頁中間的這一段 那麼他談到這個 這個話就講長了 所以這個89頁下面一段就開始 又從希臘開始講起 然後一直講到90頁 那麼甚至講到91頁 那麼整個其實在講的就是 現代藝術媒介的一個特點 因為這個特點 或者這個所謂的矛盾的困境 怎麼樣的一個矛盾的困境 他在這裡面提到 我把這其實是一句話而已 但是我把它拆開來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在同語片裡面 把它變成第一點跟第二點 因為我要讓你看到 是這兩點所構成的一個困境 他說 It was this modern system of art 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現代的藝術的系統 怎麼樣呢 Each embroiled in the others wishing to appear in the guise of the others 他說每一種的藝術的媒介 都纏繞在其他的藝術的媒介當中 這是我們現代的藝術媒介 是現代其實是什麼 很少有純粹的某一種的藝術的媒介 當你在看 譬如說你在看好萊塢的音樂劇的時候 你知道你看的不是什麼 純粹的音樂 對不對 那裡面還有什麼 戲劇 對不對 那裡面還有各種其他的 這個藝術的一種表現 在當中 因為譬如說服裝 道具 那個都是非常的費時費事 而且花很多金錢投注在上面的 那麼所以他其實需要非常多 各種不同的藝術人才 然後做出這樣的一個豪華的場面 好聽的音樂以及等等 所以他說在現代的藝術的系統裡面 彼此都纏繞著對方 然後wishing to appear in the guise of the other 甚至想要什麼 以其他的藝術媒介的樣貌呈現出來 換句話說他不會什麼 只是要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呈現 each tracing the desire to surpass its limit 然後每一種藝術的媒介都有 都強調他的一個慾望 這個慾望就是要超越他的界限 也就是說把我稱之為雕刻 好像我就乖乖的待在雕刻的領域 我不甘於只是雕刻 我要超出這個雕刻 就是一般傳統所謂的雕刻 要超出他更多之外 這個在一個藝術媒介裡面是如此 我們其實可以說藝術也是如此 當哲學家為藝術下一個定義的時候 藝術家說這樣子就不叫藝術嗎 我就偏偏做一個 你們不認為是藝術的藝術 對不對 那麼這樣子就什麼 讓他原來的那個藝術的定義也破空了 就是那你下這個定義 結果現在人家這樣子做也叫做藝術 那麼一樣的在各種藝術媒介裡面 你可以看到前衛的藝術不斷在什麼 實驗著 就是什麼東西叫做 譬如說什麼東西叫做音樂 一定要有聲音才叫做音樂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什麼叫做繪畫 一定要有什麼 有顏色有形狀有輪廓才叫繪畫嗎 對不對 這些其實都什麼 都看到這些藝術家們在實驗的各種 要超越他們原先所設想的那個可能性 所以這個是他所謂的 Each strengthening the desire to surpass its limits 然後 Each wishing to take on the qualities of the others 每一個都想要什麼 這個採用別的媒介所具有的那些性質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就讓整個藝術媒介變得非常的複雜 變得非常複雜 但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他會陷入這個困境 就是如果只是這樣做 那事實上沒有什麼矛盾可言 那矛盾的地方正在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現代的藝術非常具有觀念性 或者我們說現代的藝術 在某個意義上來說都是一種哲學 所以當藝術家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在什麼 也在考驗著自己 考驗著這樣的一種藝術 就是問著說這樣的藝術 還能不能夠叫做這種藝術 我的意思是說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要問這樣還叫音樂嗎 這樣還叫雕刻嗎 或者這樣還叫什麼嗎 以及等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第二點他說 But also each anxious about his identity 那每一種藝術的媒介都什麼 都憂慮於他自己的同一性 他都在問我是誰 對不對 所以過去是什麼 是哲學家說每個人都在問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這一類的問題 可是每一個藝術的媒介 當這些藝術媒介的創作者 在創作這個藝術 而且在不斷地要超出他的界線的時候 他其實在問的就是 這種藝術媒介它是什麼東西 它究竟是什麼 他在問他之所以為他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他說 But also each anxious about its identity wishing to clarify it 那麼他藉由各種不同的藝術的實驗 來想要釐清它 wishing to clarify it that gave rise to the central concept of a medium for aesthetics 那麼這樣子就產生了這個美學裡面 這個所謂的一個媒介的一個中心的概念 就是他究竟是什麼 他究竟是什麼 這個是他所處的矛盾困境 就是他不斷地超出他自己之外 但是他整個關心的又是他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什麼 你如果把這樣的一種藝術媒介的情況想成人 你就不會覺得什麼奇怪 對不對 人也什麼 不斷地在改變 不斷地在創造 不斷地在推陳初心 那麼他事實上也就是什麼 在這樣的改變創造推陳初心裡面 他在問自己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問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一個存在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 現代的藝術常常也面臨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提到的 這個有關於現代藝術的一個矛盾的一個困境 那麼他在下面接著就講到 他說黑格爾之所以會談到藝術媒介的概念 他原來的用意事實上是為了解釋藝術的歷史性 因為黑格爾他很多人把黑格爾理解為 他就是什麼 談一個很抽象的很大的概念 可是事實上相反 黑格爾的東西會寫得那麼多那麼長 是因為他總是要進到細節裡面去 所以當他談整個藝術的一個發展 藝術的歷史的時候 他並不是什麼 就談一個廣的藝術 他就把它放到歷史裡面來 而且看到具體的藝術是什麼 就是在某個時代 那個藝術的呈現是以什麼樣的樣貌 比如說雕刻的樣貌 在另外一個時代是以這個繪畫的樣貌 或者是音樂的樣貌 就好像我們之前談到唐詩宋詞或者什麼 就是他談什麼 個別的具體的各種不同的藝術性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他講到藝術其實他講的是什麼 是各個具體的藝術媒介 各個具體的藝術的領域 那麼他事實上談這些各個具體的藝術領域 就是為了要解釋整個藝術的發展的一個歷史性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黑格爾的美學裡面所看到的 而但是當代的人 當藝術媒介這個概念變得重要之後 當代的人就在問了就是 那麼這個藝術媒介到底是什麼 那麼對黑格爾來講 這些藝術媒介其實就是所謂的藝術的 在不同的時代 在不同的文化裡面所呈現出來的外貌 那麼他們的內在都是什麼 就是都是所謂的這個藝術 所以藝術這個字眼其實是抽象的 對不對 就好像精神 就是在黑格爾哲學裡面精神這樣 那麼我們能夠看到的並不是精神 我們能看到的並不是藝術 而是看到的是各個具體的藝術的媒介 就好像我們看不到精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什麼精神的表現 精神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具體的人類 他的文化制度創造什麼的 這些就是這個精神的表現 那麼所以他的這些藝術媒介的概念 事實上是為了解釋藝術的歷史性 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的 黑格爾這個媒介的看法 其實不是他第一個提到的 那麼他在同時代 比較早的時候 包括希勒或者是雷仙 他們是都已經提出來了 那麼你可以看到雷仙 他差不多就是康德的年代了 那麼 當然他們全部都是18世紀 黑格爾是生於18世紀的後半夜 1770年 那麼雷仙是1729年 希勒是1759年 那麼黑格爾比他們來得晚 那麼在雷仙的著作 或者是在希勒的著作裡面 其實都談到了這個不同的藝術的領域 那麼雷仙他的一個很著名的作品 叫做這個 《遼框》 那麼《遼框》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藝術作品的名稱 有時候在這個 這個中文界 有時候就翻譯成叫 《拉奧孔》 叫《拉奧孔》 那麼這個《遼框》的這部作品 他有另外的一個名稱 叫做 《歐德·预伯的蓮塵》 的《馬勒海》 問《Poësie》 那麼這個《馬勒海》就是Painting Poësie就是Poetry 所以他事實上是什麼 在問詩與畫的界線 詩與畫的界線 就是何者為詩 而何者為畫 何者為繪畫 這個是雷仙的《遼框》這本著作所寫的 那麼《遼框》我剛剛說 它是古代希臘的一個藝術作品 這個就是這件作品 那麼這個作品呢 講的事實上是荷馬的這個神話故事 那麼裡面提到這個《遼框》 他跟他的兩個兒子 然後他們這個父子三人 被一隻大芒蛇纏住了 然後大芒蛇就把他們三個父子 這個捲死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寫在那個詩裡面的時候 那整個場面 非常的看起來 就讀起來 就覺得非常的驚險 非常的驚險 可是當他被藝術家用雕刻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時候 仍然保有這個希臘的雕刻的那樣的一種特色 就是什麼 就是一種民靜的 安詳的 那樣的一種特色 雖然人是露出了 譬如說痛苦 或者什麼 可是 並不會什麼 非常的痛苦 並不會非常的張揚 非常的強烈 他還保有一種古典的 這樣的一種特色在 因為所以雷仙他實際上是用這個 這個遼框的這個故事 像說他在詩裡的表現 跟在雕刻裡的表現 他的所謂的詩與畫的界線 那個畫的界線 其實他在這邊拿的是一個雕刻的作品 來做一個比較 那麼我們之前也提到過 譬如說金庸的小說 對不對 用寫的 跟實際上 這個搬上電視的螢幕 或者電影的螢幕 那個演出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 因為使用的每一屆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表現 而有不同的表現 那麼這個是我在遼框的這件作品 這個作品擺在這個 意大利羅馬的這個范蒂岡 范蒂岡這個國家在羅馬這個城市裡面 這個城市的西邊 佔了其中的一塊區域 然後就叫做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是一個在城市裡的一個小國家 就是在那裡 當然我們先把人拿掉 然後來看這個作品 這個還是我拍的 實際上還是我拍的 那麼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保有那個古典藝術作品的一種穩定性在 它本身是不慌亂的 是不會有一種 這種傾倒或者是覺得 為待 覺得這個超出了一個什麼樣的範圍 那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這個引起了這個類型的興趣 所以它才會在那邊討論詩與話 因為同樣的詩也在寫了狂 那麼這個畫 繪畫也在畫這個了狂 他說為什麼它所帶給我們的感覺 是差那麼多的 所以他在那裡寫這個詩與話的界線 那麼這個 Schiller 他自己 Schiller 最有名的三部美學作品 分別就是 Über Amour und Brüder 這是他1793年 然後1794年這個最有名的 就是Über die Aesthetische Eur Tsion This is mentioned in Ein Reier von Brüder 那麼這個作品 我們通常把它翻成叫做 美學教育書簡 這是他很有名的 其中的一部作品 然後第三個 這是Über Naive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它區別所謂的 naive 跟 sentimental 這個差別 這是1795年 所以它事實上三部美學作品 就連著1793、1794、1795 這個連著寫出來 連著寫出來 那麼在這個 Schiller的那個裡面 他在問的就是詩 究竟何以成其為詩 他在問這個詩的一種特性是什麼 或者是你可以說戲劇 他的一種特性是什麼 等等 他在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Higer之前 其實很多的 因為也許 Schiller 或者是這個 這個Lessing 也許在狹窄的意義上 不算哲學家 對不對 比較像是一些文人 文學評論家 藝術家 但如果從很廣義的方式來說 他們其實都算是某種哲學家 至少是美學家 因為他們事實上都討論到的 有關於文藝 這個藝術 這個的問題 特別是有關於這裡 所講到的媒介的問題 那麼Higer事實上是 延續這個傳統的 那麼所以你也可以說 有關於藝術媒介是什麼 是我們當代 當代人 活在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人 所會討論的一個問題 在古代它是不成問題的 那麼為什麼古代不成問題呢 那麼從這個八十九頁的 這個最下面這段一直到九十頁 他就提到古代的一個情況 他說古代亞歷斯多德跟柏拉圖 並沒有藝術媒介的問題意識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亞歷斯多德或柏拉圖 並沒有談到詩 並沒有談到繪畫 並沒有談到雕刻 他們有談到 但是他們不覺得那是問題 他們從來不覺得說 有必要去把這種東西跟那種東西分開 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什麼 素樸的天真的 接受的這些名詞 這些概念 他們覺得好像並不需要去做區別 說不同的媒介之間 有怎麼樣的一種界線 或者是有怎麼樣的一種差異在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八十九頁這裡面 他所提到的 所以他雖然就是在柏拉圖的作品裡面 以及亞歷斯多德的作品裡面 他們其實談到各種不同的藝術媒介 但是他們並沒有在這方面 做出任何有關的比較 或者是談到他們的界線 或者是差異 以及等等 這些東西 這個是他在這個下面所要說的 所以這方面也就是說 還沒有成為一個美學的課題 有關於藝術媒介 但是亞歷斯多德雖然他沒有這樣 但是他畢竟他所寫的作品叫做詩學 對不對 那麼他談詩 然後談悲劇 那麼雖然他不覺得需要 譬如說把詩跟其他的藝術領域 做什麼樣的區分或什麼 但是他卻對悲劇 這個做了很仔細的分析 做了很仔細的分析 那麼這個情況也就是說 所以對他來講 去區分所謂的定義 他並沒有這樣做 他並沒有去畫那個界線 但是他對於他的內涵 就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他去問那裡面 有關於這個悲劇 他有哪些要素 然後他是怎麼去進行的 那麼等等 他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麼他對悲劇的分析 事實上提供了後代的研究者 就是專門研究藝術媒介的研究者 一種書寫某種藝術媒介的一種模式 因為他是這樣做分析的 那同樣的我們其實也可以什麼 仿效亞歷斯多德的進入 亞歷斯多德的方法 來討論其他的媒介 其他的媒介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談到的 所以並不是全然毫無貢獻 雖然他們沒有這樣的問題意識 但是他們所提出來的 這樣的一種說法 事實上是給我們後面 當我們要研究藝術媒介的時候 可以參考用 那麼在這個90頁的第二行 我寫在同一篇上面的他就提到 Neither foregrounded 這個Neither 指的是 Bleto and Aristotle 他說Neither foregrounded the concept of a medium in the more modern sense 就是沒有那種現代意義下的 這個關於媒介的概念的前景 提供他的一個前景 並沒有 Even though the work of Aristotle did in dissecting tragedy 就是亞利斯多德他在談到這個悲劇的時候 他事實上做了一些分析 這個decepting 就像是analyzing一樣的 他把這個所謂的悲劇 用一種階層性的方式來加以分析 比如說 他說在悲劇裡面最重要的要素是什麼 這點我覺得是亞利斯多德比較聰明的地方 我們剛剛說了 如果他說悲劇是所以為悲劇 是因為他的本質是什麼 好像只有一個要素對不對 那你很可能就什麼 就可能就把某些 這個悲劇就拍出出去了 但是亞利斯多德不是 他問的就是說 在悲劇的要素裡面很重要的 他認為最重要的兩個是什麼 plot and character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就是一個是情節 悲劇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是情節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 性格 那麼情節跟性格造成的 這個悲劇裡面的這個主要的要素 但是亞利斯多德接著又談到 還有次要的要素 比如說在那裡面 這個裡面所使用的這個語言 然後這個演員的服裝 以及等等那些可能是比較次要的要素 那麼這個就是亞利斯多德他所做的分析 他說這個proved a template template 就是一個模式 一個模範 一個樣式 for the later 為後代 或者 later modern study of a medium 為後代的這種媒介的研究 提供了一個模範或樣式 這個是他在談到古代的一個情況 這個所說到的 所以藝術媒介當然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現代的問題 那麼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我們剛剛要談的是 現代藝術媒介的一個矛盾困境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是現在有了 而且當我們開始去分析它的時候 我們就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所看到的是什麼 藝術家們不斷地在要去突破 這個媒介的局限 這個媒介的範圍 可是他們也不斷地在詢問的就是 我是誰對不對 一直在問的就是這個藝術媒介是什麼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他講到在這個90頁的 這個下面這一大段 那個一開始的時候他提到 他說 他說的我們所看到的的 這個一個情況就是 a central state of modernism and the avant-garde 就是所謂的現代主義 還有所謂的前衛藝術 他們怎麼樣呢 他說這個 他們都 make a racket 就是都在爭吵一件事情 make a racket out of pushing out beyond extend norms and limits 對不對 就是什麼 把藝術一直往外推 推出什麼 現在的範圍 現在的一個規範 或者現在的一個界線 然後 probing 不斷地在嘗試 how far an art can go by pushing it further 就是藝術可以藉由這樣子一直推推推 到底能夠推得多遠 and doing so by even more centrally for grounding the concept of a medium 然後藝術這樣子 他們在問的就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媒介 它的概念是什麼 這個是他所談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不斷地要把那個界線推 看能推到多遠 然後也在問這個媒介究竟是什麼 那麼這個等於是一個什麼 藝術的實驗 所以他在這裡面 他不斷地用這個所謂的 artistic experimentation 來形容它一個藝術的一個實驗 他說這個藝術的實驗 is for the avant-garde 就是前衛的藝術家們 他們做這個藝術的實驗 在乎的是什麼 about purity 是要問的就是它的純粹性 也就是他要問的就是 這個藝術媒介它的一個純粹性是什麼 當它沒有其他的媒介的時候 什麼是所謂的純粹的音樂 對不對 純粹的音樂就是不是像音樂劇 或者是歌劇 純粹的音樂 當它不傳有其他東西的雜質的時候 音樂是什麼 是聲音嗎 還是什麼 那麼他在後面 他就把這個稱之為叫 藝術實驗的煉金術 因為你知道 煉金術其實也是像在做某種的實驗一樣 而煉金術要煉出什麼 要煉出純粹的金子 因為裡面有太多的雜質 所以他們在做的這些藝術的作品 你可以說事實上 事實上也是他們整個實驗的過程的一部分 所以你去欣賞這些藝術作品 你去什麼 等於參加它的實驗 成為這個實驗裡面的 其中的一隻白鳥鼠 然後看看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以及等等諸如此類的 而他們在那裡面事實上是要煉出這樣的一種媒介的一個純粹性來 煉出它的一個純粹性來 那麼在這裡面我就舉一個例子 就是這是這個John Cage 這個很多人可能是很熟悉的啦對不對 他的一首樂曲叫做四分三十三秒 四分三十三秒 那麼這首樂曲他要問的 你可以說他要問的是什麼叫做音樂對不對 他讓音樂變成了我們所謂的天籃 就是說沒有聲音是不是也能夠叫做音樂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是一個需要解釋說明才能夠了解的 但是讓很多人都已經知道John Cage的這首曲 因為他至少已經在音樂史上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他把音樂帶到了一個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情況 那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他完全就是符合一般的音樂的這個場景對不對 管弦樂團指揮所有的人都盛莊 來欣賞這首四分三十三秒的音樂 這個樂曲現在已經開始了 但是因為他的樂譜上面沒有一個音符 所以他只能這樣 那所有人也只能這樣 所以你們知道不是只有你們坐在那裡 這個看桿等 所有的觀眾都是 那次我們坐在那裡 特別是個音樂 不用三十秒的電子 已經操致了 那是不常的電子 對 那是說了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說了 你可以先進一面 就算了 所以 我們來 這是樂譜 翻到另外一頁 雖然還是空白的 這是第二樂章 這是樂譜 雖然還是空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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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樂章 這句話 Rou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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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大概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 老师如果你知道说它从头到尾就是都是空白的 为什么还要我们听下去呢 因为我要让你看听到的就是说 在一个音乐会的场合里面该有的元素几乎都有了 对不对 甚至有说你会听到有人咳嗽的声音 你也听到了 那么它除了就是乐谱上面没有音符 但是事实上每个演奏者就是在那个管曲乐团里面 每个演奏者前面也都摆着乐谱 对不对 所以那个乐谱让它没有办法拉一下弦或者什么 因为那上面没有那个没有一个音符要它做这件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有 对不对 其他都有 包括这个谢幕对不对 还要谢三次以及等等 这个所有的一个音乐会里面该有的 而且呢一个音乐该有的是什么 时间的进行 我们刚刚在那这个静默里面 我们其实是在让时间进展着的 而且如果你也在那个音乐会的会场 对不对 你也是穿着西装壁挺的 为了参加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就是一个声音 一个音符都听不到的音乐会 你也穿着西装壁挺的到了那个地方去 然后在你听音乐的过程里面 你偶尔的你是听音乐 可是有时候你也可能因为音乐的关系 让你陷入了某种沉思 或者是陶醉在那个音乐里面 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也许你也可以生力其境的感受到 所以其他的该有的都有了 然后他也有一个时间的进展 因为他之所以叫四分三十三秒 就是这整首乐曲 这个三个乐章 这个进行是四分三十三秒 所以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前卫艺术的一种实验 为什么它是一个实验呢 因为你可以知道一种实验 不能再只能做一次不能再做第二次 你说写音乐这么简单 Junkage就因此出名了 对不对 那我也来写个四分三十四秒 我还比他多一秒如何 对不对 我还可以写五分三十三秒后的诸词 做第二次不稀奇了 对不对 你了解到当代的这种前卫的这种东西 就是第一个人做 这个从此你就是这个 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像Duchon把一个这个小辨词 对不对 当作一个艺术作品 那么第一个人做这个非常伟大 他从此这个出名了 第二个 第二个在做完全一文不值 因为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这些事实上都在什么 都在挑战着我们对音乐的概念 对不对 都在挑战着我们对音乐的概念 挑战着这个我们理解某一种艺术领域 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以前放这个四分三十三秒 我记得大概在几个月前 我在脸书上看到哲学系有个同学 投出来一个香港的画展 那每个人还要买门票进去 结果呢里面的画都是空白的 都是空白的 所以说老师以后不用 他还写说老师以后不用用John Cage 对不对 就是用这个画展当例子 那所以我在写这个投影片的时候 我就赶快去找这个画展 结果找不到了 这个大概现代的人 你已经觉得这个不稀奇了 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要找那个同学放的 结果他的那个脸书的那个动态太多了 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我都找不到 我算了 但我意思是说 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上面留言说 这是绘画的John Cage 我类似留了这样一个言 但我现在找不到那一则的讯息 所以也无从让同学看 但我意思是说 在这方面 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 这个前后艺术的一些进展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只是一个例子 而且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 那么他事实上在1952年的时候的作品 对 已经进展了很久了 所以我常常说现在叫前卫的东西 看起来已经不算前卫了 都已经这个什么 离我们现在这几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OK 那么 所以在这个九十页的下面我们看到了 他说这个艺术家们是哲学的化学家 是哲学的化学家 其实在某个方面来讲他们就是哲学家 那他这里强调他是一个化学家的意思是什么 是因为化学要做实验 对不对 然后他们做这个实验 是为了要确保一种艺术形式的本质 也就是他问就是这个艺术之所以为艺术 音乐之所以为音乐是什么 当你并没有真正有一个音响在 可是你整个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音乐会的场合的 一个运作当中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算是一种音乐呢 那么如果是的话 那么显然的这个时间支流是重要的 他唯一的差别只是什么 这个音符已经被删减到没有一个音符了 只是这样而已 要不然那个乐谱你还是可以什么 画上去对不对 只是那上面没有放音音符而已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 形式主义在这种情味艺术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 因为形式主义是一直在追求的 就是艺术的这个纯粹性对不对 他追求的就是这个 艺术的纯粹性在 所以当这些情味艺术在进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形式主义 这个也风行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就在九十页 这一大段 那个中间 偏上面一点点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字首是formalism formalism 因为他谈到他前面他说他们在寻求什么 寻求他们的同一性 identity 也就是寻求他的认同 这个认同也就是什么 我是谁 问这个问这件事情 那么他说他们呢 这个什么 他说 So their desire to retrieve identity also is penned and they aim for reduction to essential 所以他们要什么 就是回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本质性的东西 他说形式主义呢 其实是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 formalism satisfies this need both within artistic experimentation and in aesthetic theory 就不管是理论还是实验上面 形式主义都可以满足这一点 因为形式主义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一种艺术的媒介 回到他纯粹的形式 然后把其他东西这个拿掉 比如说在音乐上他要的就是 就是纯粹的音乐性 对不对 至于那个里面的像歌剧 或者音乐剧里面那个故事的演出 或什么的 那些部分他把它这个去除掉 那么他问那里面这个 纯粹的音乐的那个部分 even if it is this time to fail on account of always living out too much from the story 那他说但是形式主义是注定失败 这是因为他前面已经对形式主义做了一些批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呢 这个什么 留下了这个太多的东西了 因为一件艺术显然不是只有形式 有很多太多跟内容有关的东西 其实跟这个艺术性是有关的 这个是在前面他就已经提到过的 所以他只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的 把他这个带过去 很简单的把他带过去 然后下面他提到这个艺术实验 他说这个艺术实验到最后 事实上变成了是一种神秘主义 也是一种迷样的东西 as it happened this is also to return to something mysterious 我特别把这个 mysterious 这个字眼 这个用红色的标出来 他说结果就是什么 回到这个所谓的神秘性 这个我们在讲形式主义的时候也是 就是当你要问的就是说 那个纯粹的形式是什么的时候 他变成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the ability of such simple building blocks 这个讲的是什么 建筑对不对 就是你说建筑之所以为建筑的 那个最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 对不对 结果就是什么 拿掉其他的部分 跟比如说跟绘画有关的 跟雕刻有关的 跟什么有关的 结果在最后所剩下的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simple building blocks the stones of architecture and its space 就是什么 就是石头 还有他所占据的空间 对不对 就是变成像这样 这是跟建筑有关 那么后面这个呢 则是可能跟音乐有关的 time 就是音乐一定什么 在一个时间支流里面进行 那么通常我们会认为说 除了这个时间支流之外 他应该有tone pulse of music 就是这个旋律啊 节奏啊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然后呢 下面接着讲的是绘画 the paint of canvas and frame of painting 那个是什么 这个你在帆布上面所做的那个画 还有这个什么画框 对不对 to make music to make music and convey absorption 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他在那里面 就是最终所萃取出来的成分 但是 一种艺术的媒介 真的就是这样的成分吗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些艺术的实验也不断地在扩张着他的这个范围 我自己在柏林 因为柏林是一个艺术实验的这个 你可以说一个艺术实验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柏林我就曾经到那种 百货公司 他其实就是所谓的Sony Center 他其实是日本人出资盖的一种 我不知道那个叫建筑还是不叫建筑 因为那整个是室内 可是他整个是玻璃的 所以你也觉得像是在室外 而且呢 他的 他就是可以 党羽 但并不全然的遮风 所以 这个室内跟室外呢 似乎也相通的 所以 就是一个建筑好像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密闭性 我们才叫建筑 当他只剩下一个什么 比如说像一个凉亭 或者甚至只剩下一个顶棚 似乎就不太容易就被叫建筑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实际上在考验就是说 你所谓的建筑 是要到什么样的情况 他才叫建筑 当内外的分别已经变得更明显了 的时候 因为你找不到一个门槛 我们通常一个房间有一个门槛 对不对 一个dorway 一个出入的一个 一个区别内外的地方 他没有那样的一个可以区别内外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非常的具有一种公共性 就是 从哪里都可以进入 从哪里都可以出去 就很难去 这个什么 就是去定位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设施 是不是叫做是一个建筑物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一样的 大学通常要有一个什么围墙 围起来 就是任何学校 我们从小习惯是这样 可是在欧洲很多的学校 都不是这样就是什么 他就这里一栋建筑物 那里一栋建筑物 那这个散布在一个城市的各种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要称之为叫大学的 你不知道怎么去称 称乎那因为你找不到校园 所以常常有路人就问说 请问某某大学在哪里 这个什么 结果那留学生就说 你所待的地方就是这个大学 看起来完全不像这个大学的样子 对 那么也许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什么 对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校园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画出来的地区域 那么才是一所学校 这个事实上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课题 那么这些都让我们就看到的就是 当你把它说浓缩到一个最简单的元素 说就是这些元素的时候 我们会问真的就这个就是构成 建筑物或者这个就是构成音乐 或者这个就是构成绘画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总是有好像还不只是这样 他说 something more is always at stake than this mere chemical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他说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什么 这些化学的组合这些化学元素的组合而已 当你说所谓的什么东西就是由什么东西所组成的时候 也搞不好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组成 而不是这些元素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个组成有什么特别的 以至于它能够成为它是一个建筑 或者它是成为一个音乐 对不对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到最后就是事实上都变成是一个谜 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为它下定义变成是一个难的 很困难的情况 他说as if art were a basis of chemistry 他说并不是像是艺术就基本上就只是一种化学而已 所以你只要什么 找出它的化学成分 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艺术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但事实上 还好像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and by living it all from the story the art looks all the more alchanical change magical 那么他在这里面他说 那么他说这个什么 这个艺术看起来就更加的是什么 是像是炼金的 就是炼金术本来就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 对不对 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是去挖一些土 然后炼一炼一炼 黄金居然就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像是某种炼金的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 神秘的东西 神奇的东西 magical 这个是他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可以说整个艺术实验的结果 其实没有什么定论 但是却拓展了人的这个眼界 让人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也让各种艺术的媒体 不断的这个 产生更多的这个改变 或者是扩张了他的范围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要说的 所要说的 那么在这个90页的下面 他提到这个艺术的autonomy 是不可能维持的 这个字眼其实是康德的一个字眼 不过显然的 他的意义已经有所改变 他意思要讲的这个autonomy 因为我们在康德的哲学里面看到的是 讲的是所谓的自律 对不对 那这里不是什么艺术的自律 他讲的是什么 是艺术的一个独立的领域 一个具有封闭的 在自己的范围里面的 他说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可能被维持的 在90页的倒数第三行 autonomy is as hard to maintain and as exciting to maintain in the medium of ours as it is a person's life 他说就像什么 一个人的生活一样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自律的 他意思是要这样说 康德说叫人要自律对不对 那么可是人什么 有时候自律有时候就什么放纵一下 对不对 尤其是自律的太过度的人 他一定什么 偶尔要这个放纵一下 那么你在这个大学里面 你给自己找这么多工作对不对 那你做得要死 结果你就什么 想要说我应该去看场电影 或者我应该去什么 网路上跟人家聊聊天 这个时候你就什么 就把自己放松了 人根本就不可能什么 这个一直他一天到晚的 所谓的这个自律 那么艺术的这种autonomy 也是一样的不可能去维持的 也就是说你把艺术 要让他维持在某一个范围 某一个这个掌控当中要 任何东西要under control 这其实都是一种设想 在某时候under control 这有时候就把它放掉了 对不对 就好像你不可能什么 全神全心全神的注意着一个事情 有时候会跑去睡觉 对不对 有时候跑去洗澡 有时候跑去这个游玩 有时候跑去什么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什么 总是在那样的一种 这个控制当中 因而他不可能什么 一直保持着他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同一性 因此如果要谈到这个 这里的这样的一种节路 你可以说这实际上没什么节路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什么 更多的可能而已 这是他在这里面所要说的 那么在这个91月 那个 中间的这一段 他谈到了进一步的就是 所谓的新的艺术媒介的出现 这个也是我们当代 所遭遇到的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艺术媒介的出现 就是从最初一开始是摄影 对不对 这个是在这个 印象主义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这个摄影术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摄影所带来的 还只是一种静态的东西 但是已经对 绘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了 但是并不是就此重要 再来呢出现的是什么 是动画 对不对 是电影出现的 然后电影出现了呢 电影毕竟是什么 就是偶尔你去电影院看一次的东西 等到电视出现那不得了 就是什么 你日常生活里面 他都一直在这个 这个这个 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是网路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网路的时代了 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已经不需要看电视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网路上面 那么他说艺术在这里面 这不断的被推陈出新 然后产生出这个新的东西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当然就可以什么 这个藉由这样的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 而产生更多的新的艺术的媒介 艺术的媒介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古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也可以做成 所谓的这个艺术 那么他在这里面提到 每一种新的艺术的媒介都有他的因缘 因缘 那么在这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有关于这个电影 他说 Firm was four years misrepresented as a kind of theater 他说电影一开始的时候被理解为就是什么 戏剧 电影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很像戏剧的 可是不久当电影渐渐发现 他比戏剧这个自由的多了 对不对 戏剧人站在舞台对不对 我顶多跳一跳就我不能飞 电影我可以让他飞对不对 我就可以有什么 Superman 对不对 然后什么Spiderman Bateman 各种什么回来回去的什么都可以出现 对不对 那么一旦我能够掌握到电影 居然有比舞台更多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那么电影就自由了解放了 他就可以什么 产生更多的新的东西了 可是这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镜头是呆板的 他就是什么 那个镜头就是什么 就是对着那个演出的人 那么Ju是什么 Ju是不动的 那演出的人好像在演舞台戏一样 就对着镜头讲话 像我现在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电影 所以早期的电影 你去看他的那个整个运镜 或什么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他的确是这个呆板很多 所以他提到 他那个 Fream was for years misrepresented as a kind of theater and always to its detriment 结果因为被当作是戏剧 结果害到他自己 对不对 to its detriment since it always fails when its actors compare to the members of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他说因为他把他自己当作戏剧 所以他怎么去跟什么 比如说他说那个什么 皇家莎士比亚协会的那个演出比 对不对 或者去跟什么 肖伯纳的那个演出相比 甚至跟什么 希腊的悲剧的那个故事相比 他远远的比不上 可是他有一些东西是这些所谓的戏剧 所比不上的 他就要利用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媒介 那么一旦他懂得利用这个媒介之后 那些戏剧就是什么 逐渐的就过时了 电影就什么 成为人们这个最多去欣赏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 甚至在这个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被称为叫第八艺术 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只是跟他们平起平坐 现在根本就是什么独大 对不对 已经变成一个独大的情况 当然他的独大也不会站很久 为什么 因为渐渐的电视网路又在取代他 又在取代他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这个是电影的发展 我们之前讲到说任何一个媒介 都有他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而且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他都什么 他都可能是在模仿另外一种媒介 以一种另外一种媒介的方式在看待 你可以看到电影就是被另外一种媒介的方式看待 以为说只是多个摄影机在拍他而已 但后来发生不是这样 好 那么他下面提到这个电影 他说 It took some time for film criticism to come to realize silent film step to Apollo 他说早期的那个默片 其实呢 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于这个什么 Apro 来自于歌剧的 来自于歌剧的 那么这些来自于歌剧的东西 这个 这个他这里写了很多啦 对不对 谈到什么 这个涌炭调啊 什么的这些 他说歌剧里面有这些东西 他会什么 那个歌剧的那个演出 因为他要唱歌的关系 会把它拉长 墨剧其实也常常有这种把它拉长 然后定格在一个 一个某种的这个表情或什么上面 固定不变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电影这个艺术出现的时候的因缘 所以你要整个的掌握这个电影的艺术 你就会什么 回去看那个早 这个最早期电影的发展 包括这个默片的发展 以及他们跟这个歌剧的关系 所以这些大概什么 就是其他的媒介有时候对他形成某种限制 有时候则是提供了他灵感 让他知道这样的一种东西 要去怎么样的进行表现 那么在这个91页的中间这段的下面 他又提到Dekita的这个Difigons 这个字眼 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介 他不断的 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发展 在进展着的 所以一个媒介因而也不能够什么 就是说一个媒介是什么 他就固定在那里了 相反的他其实也是什么 不断的在产生着这样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吧 我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 那么下礼拜从这个91页的下面这段开始 我们今天是要从这个91页的最下面这段开始 那么也就是说很快的会结束这个第三节 然后要进入到这个第四节 那么第四节呢 事实上就牵涉到这个黑格尔的这个表现 这个概念的在当代的这个使用 我们会谈到两位英美的哲学家 一位是英国的Colinwood 一位是美国的Dewey 这两位在他们的这个美学 或者是艺术的思想里面 都包含了这个对于这个表现 这一词 这个词的这个想法 那么在前面的这一节 这个第三节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上个礼拜 谈到了对于任何一个媒介的概念 那么都有这个一个定义上的困难 这就好像对于艺术本身这个定义上的困难一样 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所有的媒介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交集 重叠 这个或者是这个分离等等 他们的关系其实是错终复杂的 所以要把一个媒介 这个很明确的界定出来 划清它的界限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91页下面的这一段这里 他所提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艺术的这些媒介之间的关系 那么牵涉到彼此之间的相互的比较 以及相互的对照 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跟对照 而得到他的一个理解 那么在这一段里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举其中一个媒介 那么这种媒介就叫做这个文学 那么在那里他问说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 那么要为文学下一个定义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那么他在这里首先谈到的 就是关于使用文学的语言的作品 那么来理解这个文学 换句话说他是从语言这条进入 但是牵涉到语言 我们知道不然的其他的艺术的媒介 譬如说雕刻 绘画 音乐 他没有语言 对不对 而文学是有语言的 可是就会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是使用语言的 比如说哲学 对不对 哲学也是使用语言 如果你熟悉海德格哲学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这个哲学事实上是一条语言之路 那个语言在哲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乃至于当我们讲到logos 这个过去整个哲学的传统是一个logos的传统 logos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这个说 这个语言的说 那么所以哲学的传统其实也是一个语言的传统 那么所以当你用语言的方式去界定文学的时候 那么这个我们马上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哲学语言跟文学语言有什么不同 要试着去回答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你就会发现说去谈这个语言方面的不同 变成是一个难题 这是一方面 那么第二个呢 则是我不从语言下手 那么我就从别的方式下手 那么这里的别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亚里斯多德的方式 那么这个亚里斯多德的这个方式呢 各位可以在九十一页的倒数第六行看到 那么他说 from the one associated with Aristotle 这是从亚里斯多德那边所得到的的 这个一个定义的的一个方式 亚里斯多德当然他在诗学里面 他其实主要要定义的是诗 可是可以广义的放在整个文学的这个脉络里面 那么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这个诗里面 或者我们说在这个文学里面 包含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 在其他的别的要素里面 亚里斯多德认为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这个情节 另外一个则是角色 这个在九十一页的倒数第四行 他提到这个plot 就是情节 character 就是角色 那你当然你想到这个 你当然就说这跟哲学非常不一样 对不对 哲学通常不会有情节 对不对 除非那个哲学家他的一种叙事的方式 是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像是Hager 或者像尼采 或者怎么样 那才会出现类似像是情节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后现代的一些这个 这个哲学家们 所以才会有这个情节的问题跟角色的问题 或者这个哲学的论述一般而言 是不会有这个情节跟这个角色的 但是一旦我们这样来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又跟另外一件事情 又混淆在一起了 什么呢 历史 对不对 因为历史里面也有情节 对不对 history跟story 其实没有差很多的 对 那么历史的事件跟文学的事件 是有什么不同 这又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 所以你当你从某个方面下定义 你用语言作为一个进入 结果呢 文学是可以跟比如说雕刻 绘画 音乐 分开了 可是它可能跟哲学变得很近 你就必须想办法让它跟哲学有所区别 因为他们都使用语言 那么现在呢 如果你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的定义 在定义上面 着重在这个文学所具有的 那个情节跟角色这个要素上面 那么你就必须要这个说明这个文学跟历史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那么这些大概都是这个在下定义的时候 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面对的问题 那么它拿这个文学当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说明 也就是说你从某个方面切入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就是找到你所切入的那个地方 会产生这个混淆不清的 或者是会跟其他的东西这个相同的 那么这就称之为什么 你那个定义里面的一个困难 OK 那么了解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就是有关于媒介的这个定义的问题 那么最终而言 他要强调的的 事实上这个在前面91页他已经强调过了 对 那么他在这里面又要强调就是 所以整个的艺术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那些媒介 他们本身其实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 没有一个东西是什么 他的界限是完全一清二楚的 没有办法是完全一清二楚的 而且事实上这个道理完全可以放在什么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种事物的定义 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事物是完全孤立的 然后他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会觉得是可以定义 常常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概念 语言的概念本身就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只有概念是一清二楚的 现实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这个事实上是语言跟现实之间的 一个不对应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一个概念 这个你在学哲学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这个学逻辑 对不对 那么一个东西如果它是A 那么这个概念 那么在它之外就是非A 那么要不是A 要不是非A 它几乎不允许什么 有一个在A跟非A之外的 因为排中率马上把它排除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A 就是非A 那么一个概念是什么 那么剩下的就不是它 这个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在现实的情况里面 其实并不是如此 其实并不是如此 所以当一个人他这个什么 尤其是长久的学习哲学 一直都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面打转 那么他很容易的什么 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 要不是这样 要不是那样 这个我觉得尤其是那种搞逻辑的 对 那个脑筋已经被逻辑这个洗脑过了 他就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很奇怪的 就是说他的那个整个逻辑是这样 他并不见得是把它用到生活上来 我意思说他的那个生活里面 生活里面太多感情啊 太多什么 那些都是不逻辑的 那些都是不逻辑的 可是如果一种逻辑 他几乎没有办法用到生活 我里面去 那我就不知道 这样的一种哲学 还有什么样的用处 因为如果哲学完全不能够处理 这个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 所有这一切的话 那所以他在这里面 他又强调了一次 这个所谓的 它是一个complex system 那么 那他说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ake on different forms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media are highlighted 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到 有很多同 有很多义 这个事实上是什么 在这个真实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 因为他没有办法是像一个概念那样的明确 所以我们完全对他不可解 并不是如此 事实上 我们即便无法定律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对一切的事物 来理解他 透过跟其他的事物的关联 来理解他 那么这个也是他下面 所要说的的 就是正是透过一个彼此的关系 而让这个东西得到一种理解 各位可以在书里面看到 这个九十二页在这一节 那个最后 It is only when literature 现在他说 我们如果要定义文学 我们怎么去理解他 他说只有当文学 when literature is located in relation to philosophy but also history 就是把它跟哲学相比较 把它跟这个历史相比较 对 那么或者呢 他说painting but also film 就是跟这个绘画相比较 但是不只是跟绘画相比较 而且也跟电影相比较 social criticism but also poetry 跟社会批判相比较 但是同时也跟诗相比较 poetry but also theater that its identity within the system becomes properly thought 那么他的这个identity identity本来是统一性 现在其实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自身 他的本身 你的这个身份证叫做identity card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什么 他的身份 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身份 才能够什么 被正确的思考 换句话说 当你在问一个哲学的问题 说这个X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X是什么 不是透过对X本身的界定 而事实上是透过X 跟其他事物的关系 而被界定 你同样的当你问我是谁的时候 你不能够把自己关在一个孤立的空间里面 问我是谁 那样的我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因为你之所以为你 事实上是在你跟其他人 跟这个世界 其他的事物 在所有的这些关系里面 你的这个identity才被显获出来 显获出来 因为他就变成不是只是单单他 就我们平常口语里面所说的他家的事情 他自己个人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是谁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 而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是谁 其实正是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 你跟这个世界的关联 你是谁的兄弟 你是哪个团体里面的议员 你是哪一个 比如说哪一个这个 比如说脸书里面 哪一个这个 网页里面其中的议员 你的好友是谁 以及等等 你是在这里面 而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定位的 所以他事实上要透过什么 跟其他的事物的关系 被摆到那样的一个错终复杂的系统里面 去找到他的定位 而不是 而不是把其他的东西都拿掉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 因为那样的一种想法 其实是这个太本质主义了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 这个谈到这个 对于一个东西 那个 那个理解 那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 其实也很难真的就是下一个字面上的定义 相反的他其实是什么 建立在各式各样的关系上的了解 大概我们只能够这么说 因为如果定义是画界线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要画界线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会在不同的关系里面 不同的脉络里面 呈现出他所具有的意义来 那么下面他大概就是讲这个道理 that and our intuitive experiences of literature the way it takes us over into its story bring us characters best time in draft reading which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s central to what we know to be true of it 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到 我们对于文学的一个什么直观性的经验 这个直观性的经验或者直觉性的经验 其实就是你还没有办法用定义 用概念去把它给说出来 但是这些东西会怎么 逐渐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逐渐的形成某种感觉 形成某种这个直觉 这个是 而这种直觉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 这个养成的 所以他在这个最后面 他说 It is in this totality of this overlapping that the identity of a particular art is understood which is why no art can sharply define 那么他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 整体里 这个有许多的重叠 的这样的一个整体里面 一个单一的艺术的同一性 或者是对于他的理解 这个才真正的能够获得这样的理解 那么这个是他最后主要说的一个道理 这事实上这样的一个道理 不是只是摆在一个艺术媒介 或者只是摆在艺术 其实在所有的事物当中 其实我们也大概都可以这样子来说 他事实上就是在各种的这个关系里 这个确立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 很可能什么 就是换掉了一个不同的关系 那么这个人的整个的identity 可能是完全换掉的 因为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什么时空剧 对不对 一下子把你碰到另外一个时空 然后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面 那么他整个的脉络 整个的关系都变不一样了 所以虽然是同一个人 但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完全不同 对不对 你在这个现代的这个地方 你可能是个好人 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你可能变成是个恶棍 那么这跟你的本质是好人或坏人 搞不好没什么关系 而在什么 因为你处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 处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定义这件事情 或者对一个概念的一个理解 那么他所谈到的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第三节最后所讲到的东西 他的括强 就是这些地方 就是这一种大战 是我们的一种大战 提供那些不一样的 就是在它一样的